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2年8月22号周一 市选专栏 距离10月15号 BC省市及官员选举还有两个月 温哥华北岸老爷车展 及年度慈善巡游海岸车展活动 昨天8月21号 在北温山二村 Edgemont Village成功举办 超过100辆老爷车参加了展示 活动同时给加拿大防癌协会募捐 罢工行动升级 所有公共雇员今天开始不可以加班 BC省雇员总工会 BC介义 又从上周一开始罢工 今天已经整整一个星期 为了对省政府加大压力 今天开始 除了伤火救火队以外 所有会员都禁止加班 工会方面希望今天的升级行动 可以让BC省政府尽快回到谈判桌 换句话说 就是赶紧答应工会提出的条件 长期的人员不足 职工流动率高 以及工作量过大 都是工会关注的问题之一 今天禁止会员加班 可以让雇主 即BC省政府看到 依赖员工加班是不可持续的 对职工和政府的服务 都会产生有害和危险的影响 上周一 该工会已经在 BC省的四个酒类配送中心 设置纠察线 直接导致 本省酒类产品供应的紧张 突然的沉默 隐藏的声音 Sudden Silence Hidden Voices 是一组照片 每张照片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动人心脾的过量用药的悲剧故事 BC省自从2016年开始宣布过量用药紧急状态以来 已经死亡超过一万人 而且每天继续以死亡超过六个人的速度增加着 失去孩子的母亲们与温哥华都会区的公益组织行动起来 希望通过摄影作品提高人们对过量用药的关注 小伙伴们可以点击下面网站 阅读一个个真实的悲剧 提醒家人 提醒孩子们 据央视网报道 南边真假的仿生机器人 灵巧采摘水果的农业机器人 形态多样的医疗机器人 2022世界机器人博览会 于18日到21日在北京一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130余家机器人企业及科研机构 携500余件展品亮相 其中展现全产业链上下游机器人技术创新成果 及应用场景 炫技高精尖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特约播出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T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